大型车辆在行驶时会有许多视野死角 不管骑车走路都要特别小心 日前高雄市就发生一辆公车转弯时 不小心去撞伤走在行人穿越道的民众 受到市府交通局高度关注 要求全市公车 明年年底都要装设行车视野辅助系统 以保障人车安全 公车转弯时驾驶长都会抬头看看视野辅助器 确定前方没有人车 才能放心的转弯 不过高雄市一辆公车在转弯时 驾驶长没有注意右前方行人穿越道上 有民众正在过马路 竟然直接撞上去 弄掉 这部分因为大型车都有它的视线视角 因为它有内轮差 所以也呼吁大家在路上的时候 要尽量远离这些大型车 如果它刚好转弯还是行经理的旁边的时候 不管是行人还是车辆 都要注意不要跟它靠太近 因为公车它没有注意我们也依规定处分 还好证明民众只有脚步受到轻伤 送医救治没有生命危险 不过市府交通局表示 大型车辆装设行车视野辅助系统后 驾驶可以透过荧幕或雷达警报器 侦测到视野死角可能存在的人车 有效降低照视率 因此交通部公路总局订定补助规定 鼓励业者尽早装设 民国109年1月1号开始 所有的大型车包括大客车大货车 全部都要装设行车视野辅助系统 所以我们这边我们也发文给我们的业者 赶快来申请可以获得交通部这边的补助 那另外也可以提升我们的行车安全 针对这起公车疏失 市府交通局已经予以财阀 并且纳入公车服务品质评鉴 另外也提醒行人过马路时 还是要注意四周车辆动向 以维护自身的交通安全 港东新闻李毅清赖昌邦采访报导 昌邦采访报导